原此,本席提出嚴厲要求法務部,因積極主張司法管轄權之舉,以避免嚴重損害國家主權尊嚴,棄我國人於不顧,愧對政務官應當之政治責任。 那你那個,因為後面有政務官,你前面就是可能要寫法務部長,嚴厲要求法務部長,對不對? 這樣OK嗎?好,那我們就照修正的文字通過,好,接下來我們請顧麗雄委員諮詢。 主席,我們是不是先請外交部,部長我請教一下,就是說,您就這一個肯亞的這個事件,你們最早的時間點知道在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我們最早就是這個肯亞的首度發生的這個火,在面對這種司法案件的時候,你們有沒有通報法務部,或者其他相關主管這些司法案件單位的這樣? 南非代表處在奸暇,在南非代表處裡面本身就有這個警務秘書,也有法務秘書,所以他們事實上是由南非代表處在做進步的處理。 你會不會說一直到4月8號才知道有這樣子的一件事情?大家對之前你們所處理的事情似乎毫無所惜? 不是,過去的事情,我想警務秘書他有透過他們的這個程序,我想都會通報。 那法務秘書呢? 呃,法務秘書我想這個部分我是不是可以請那個... 請陳市長來做一個處理 好,請 市長 這個事情發生呢?有通報陸委會,有通報刑事警察局,所以才會發生在... 好了,那我想我在這個題目上不想浪費太多時間了,我的意思就是說,法務部為什麼一直到4月8號才知道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法務部在這個... 好,那法務部的... 不是外交部通報的 那個林次長或者是大副市長,能不能說明一下為什麼這樣的一個通報系統失靈? 呃,我跟委員報告一下,就是我們的法務秘書呢,是法務部調查局派在外管的駐外人員,那他們會把相關的情資報到調查局,但是呢,並沒有一個規定說調查局呢,要把這些情資報到法務部來 那以後啦,我們現在講啦,講了半天,意思就是法務部沒有辦法透過法務秘書或者透過外交系統知道這件事情的情況這樣 那以後,到底打算怎麼做啦? 那個法務秘書是... 對,法務部叫... 這個...這樣子的一種答案,讓人家覺得非常的荒唐嘛,就是說,一直到了4月8號你們才知道 那所有有關於肯亞的相關的法令的規定,所有這個肯亞應該我們要掌握的一些跟大陸方面什麼接洽的這個狀況 我們沒有辦法提供一個法制上面的一個專業的意見給外交系統嘛,對不對?那這件事情以後要怎麼加強? 以後啊,我們可以再把這個網絡呢,再把它架構得更好,就是說,我們必須... 那能不能保證以後這樣的事情,就到了4月8號已經人都要上飛機了,這樣的事情不會再度發生 這個我們會... 外交部長,部長 有沒有辦法直接透過你這樣子,或者是說你南非代表處的系統,直接去通報到這一個法務部的國內 我們會,我們會來跟陸委會法務部還有刑事警察局,我們會來再做一個聯繫的形式 那這個部有沒有辦法提出一個檢討報告? 可以,我們可以來做 那多久可以完成? 我想兩個禮拜之內 兩個禮拜之內,對這一個通報給法務單位的系統司令的部分提出一個檢討報告,好不好? 可以,沒有問題 好,再來我問一下法務部的市長跟副市長 你們一直提到,這個所謂的中國跟肯亞之間他們之間,基於所謂的一個屬地原則 去,算是接管了這個應該已經被判無罪的這些我國籍的國民嗎? 那我請問一下,如果依照相關的國籍的遣返的原則,這個到底算不算是一種遣返? 因為遣返是在... 我講一下齁,我講一下齁,你們自己本身在兩海想人家共同打擊犯罪跟司法付出協議裡面就有區分說呢? 在你們的共同打擊犯罪的第六條,有區分一個叫做遣返刑事犯跟遣返刑事、嫌疑犯的規定 那你另外在十一條有一個叫做罪犯接管、接反或者遺管的規定 那照之後用驅逐出境的方式,這算是一種遣返還是算是一種接管? 我請副市長,因為他對兩岸的這個協議... 是不是能夠快一點,我時間已經沒有了 好,罪犯接反是指判決確定的受刑人 把他帶回台灣,接回台灣,那是要判決確定的受刑人 所以,肯亞已經判決無罪了 沒有起訴另外的詐欺罪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算是遣返嗎? 遣返,這個是肯亞跟大陸之間的... 如果依照我們現在大家所認可的,不管是一種錢尊重 被移送人啊,他的意願 要尊重啊 要尊重,對不對? 要尊重 昨天那張攻堅的畫面,你覺得受遺送人的意願有被尊重嗎? 沒有,我們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 他死也不想到中國大陸去 對不對? 那他在不願意的情況之下 那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你一直提到說 他因為犯罪的結果地在中國大陸 因此中國大陸跟肯亞可以進行這樣的一個協商 但是我告訴副市長 現在相關依照一般 現在比較進步的形式的司法互助協定 我們以歐盟來講 歐盟理事會的框架決定裡面 當然受遺送人的意願是第一考量 他另外有三個例外 第一個 就是回到他的原國籍地 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說他是基於肯亞的刑事判決 說應該要交到某個地方去進行 所謂的刑事判決後續的執行 第三個 就是譬如說他在我這個國家被判刑 他在訴訟中逃往到另外一個國家 他逃到肯亞 那我判啊 那我要求你 遣返回到我這個國家 接受我那個判刑的結果 在本屆這三種例外的情形都沒有符合 在本屆這三種情況都沒有符合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基於保障我國的國民 我們當然不能夠容忍這樣的一個事情發生 對不對 那所以 剛剛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譴責案的要求 就是說副市長 你不能夠以一個從中國 他的那個觀點 來去以一個法務部副市長的觀點 來去談論這件事情 因為中國大陸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他在政治上很明白的張力 他在跟肯亞教授一定主張什麼 一定主張什麼 剛剛的第一個例外是什麼 國籍地 他一定跟肯亞主張說 這些人就是我的國民 我們能夠接受嗎 我們可以接受嗎 我們不能夠接受 我們不能夠接受 所以法務部 你要要求的副市長 就是說在這一點上一定要做徹底的澄清 他是基於一個中國的原則 跟肯亞做了一個所謂的例外 遣返國籍地嘛 不要再講 他的詐欺的行為的地 或結果地在什麼地方 好不好 好 謝謝 最後委員 對不起我澄清一下 我沒有用中國的立場 中國大陸的立場去想這個事情 你現在的發言就會讓外界產生這樣子的疑慮嗎 你現在再怎麼澄清都沒有 我是建議由法務部正式發表一個 部長發表一個聲明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下一位請 油美女委員 謝謝 主席還有我們所有在場的委員 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早安大家好 主席我是可以請我們的林部長 林部長 林部長 還有法務部的 法務部的 法務部次長 油美女好 林部長好 首先要請教林部長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應該是你們從2014年12月底那時候就知道 是 那後來發生他們來搶人的這件事情 我想要請教的 就是中國在第一個時間 他去對肯亞主張說他要把人送回去 要回去 那他主張是什麼 他是用什麼理由要把人要回去 這件事情你知道嗎 他跟對肯亞的主張 一定他中有主張 因為4月5號 事實上這個肯亞法院的判決 表示這些人是無罪釋放 而且可以在21天裡面離境 所以照那個時候的一個說法的話 他們應該是可以 離開肯亞也可以回到台灣 我們的認知應該是這樣子 那中國大陸等於說 是用一個比較強恨的方式 他是用跟肯亞的警方 跟肯亞的政府來做進一步的接洽 然後由肯亞的警方 那肯亞的政府來做一個回應 他們認為說這個案子 他們在那邊已經解案 那又中國大陸方面提出這樣一個要求 我相信他有提到一個中國 這個相關的這些提 所以就說中國是用一個中國 所以說這些是屬於中國的人民 我相信他們是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對不對 所以這個跟法務部一直在講說 是因為這些人還犯有詐欺罪 雖然在肯亞他判決無罪 但是他在中國仍然犯有詐欺罪 所以依照屬地的原則 中國可以把這些人要回去 我想這是兩個不一樣的層次 一個是主張說 台灣人依據一中的原則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所以我要把人要回去 那因為你這個法院的判決 這些人要遣返 所以當然是遣法到我中國去 那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也在這裡要肯定 我們的外交部在這個組件上面 有一直在主張說應該要把人送回來 這是我們台灣的人民 但是我們在法務部這裡 就是我們今天為什麼會發 會寫那個提案要去譴責的原因 因為法務部尤其我們的帶動力 我們的這個 你是副司長 你一直在講的 當然我知道你是在講法律的原則 但是你要去看這件事情的敏感度 中國他在講的不是說 因為這些人在肯亞 他透過在肯亞設立的基地 然後去侵害到中國 然後中國所有的受害者都是中國 我們基於便利的原則 所以我必須要把這些人 帶回到中國去受審 中國從來從 我們所有的資料裡面 全部都沒有人這樣講 全部的都是一直講的 那針對管轄權的部分 其實法務部跟我們外交部 我們都主張我們是有管轄權的 所以我們才會提出這個嚴正抗議 要盡速能夠放人這樣的一個要求 我們知道就是說法務部跟這個 所謂的陸委會在這一次立場是很清楚 但是法務部你們等於是化蛇添足 在那裡講了一堆法律的規定 好那今天我們如果說 就法論法來講法律的規定 今天法務部你們也去 在上一次五年前的時候 菲律賓所謂遣返14名 對不對也先把人送到中國去 然後後來再經過兩岸之間的這些溝通 然後後來把人送回來 那那次送回來之後 你們事實上有兩邊 就是我們跟中國有建立默契 無論是兩岸合作 或是再透過其他第三國 共同破獲許多詐騙 或是人口販運集團案件 也都是要以當地的警方協調 各自帶回己方的嫌犯 而且成效堪稱良好 這是我們的這個謝立功 他這個警察大學的教授所講的 我想他以前當過我們這個移民署的署長 所以在這裡就是五年前 已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抗議過 後來兩岸透過這所謂的 兩岸共黨的這個協議 也達成所謂的這個 處理東南亞這些事件的這個模式 這所謂東南亞合作模式的案例 是不是有法務部 有嘛對不對 所以你們這個所謂的合作的模式 就是說對於這些所謂的詐騙的 或是人口販運的這些案件 要跟當地的警方去協調 各自遣返自己的嫌疑犯嘛 對不對 那如果依照你們五年前 已經跟中國有默契的話 已經要這共黨協議的話 那也是要送回我們台灣 中國在裡面的人對不對 有中國的人 有我們台灣的人 也有泰國人 泰國如果依照我們的法務部的解釋 依照鼠地主義 他們也一樣詐欺 對不對 在肯亞 然後去犯在那裡詐騙中國 所以所有的這些受害的都在中國 發生地在肯亞 但是行為地在 這個結果地在中國 所以如果依照法務部的解釋 那個泰國人也應該一起送到中國去 可是事實上泰國人是遣返到泰國的 這件事情你知道吧 對不對 所以從這樣的解釋來講的話 你們法務部的解釋也是不對的 因為他還是依照什麼 依照所謂的國民主權的 國民管轄的這個原則 對不對 今天是我中華民國的人民 他本來就是嫌疑犯 本來就應該回到我中華民國 我來審理 對不對 那至於這個部分的話 裡面關於這些證據的部分 其實依照你們兩 這些所謂的兩岸的這個共打協議裡面 你們也提到啊 對不對 要尊重對方實際司法管轄權的潛力之下 然後呢 怎麼樣應該 就是要雙方關於這個所謂的交換 涉及犯罪的有關情資協助 棄補這個遣返刑事犯 還有這個刑事的嫌疑犯 那必與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呢 合作協查偵辦 所以事實上呢 即使依照你們的共打協議 也都是要我們屬於我們自己台灣的人民 當然要送回來我們台灣 然後你中國的送回去中國 泰國的送回去泰國 那在基於國際之間的這所謂的共打協議 大家互相提供情資 互相提供這所謂的 這些的怎麼樣去合作 怎麼樣偵辦 應該是這樣子吧 法普 這是我們的立場 你們的立場 你表現出來的不是這樣子啊 我們的立場就是這樣 不然現在要去談判的時候 立場就是這樣 所以希望你們回去 能夠發表一個聲明 把這個講清楚 基於國民主權的這個部分 本來我們就有司法的管轄權 所以這些人本來就應該要送回來台灣 對不對 泰國的送回去泰國 台灣的送回來台灣 這個中國的送回去中國 那再基於這所謂的兩岸的 這個共黨的這個協定 大家互相提供情資 然後大家互相的這個協助 怎麼樣去對於這些的這個犯罪去處理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發表這樣一個嚴正的聲明 我回去跟部長報告一下 因為那個發表聲明的時候 立法院有這個要求 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敏感的時刻 今天好 我們說所謂的管轄權 它不只是一個司法的管轄權 其實呢 它裡面還會牽涉到一個立法的管轄 還有執行的管轄權 你這立法的管轄權 而且我們看到中國 把所謂的反分裂法 還有這個所謂的國安法 裡面都怎麼樣 它的管轄權都直接涉及到 牽涉到我們台灣的人民來 所以今天在這麼一個敏感的時刻 這樣的一個事件裡面 我們政府的立場不表明清楚的話 下一次是不是我們台灣的人 在任何一個地方 他都可以安寧一個反分裂法 就直接把他從第三國 就直接把他抓回去 而且像這次還能夠用攻堅的方式 對不對 用催淚瓦斯的方式 把人直接就這樣搶行的帶走 這個已經是國際的 魯仁樂署的案件了 所以今天我們的立場 對不對 法務部你必須要跟我們的外交部 還有我們的這個委會 立場一致 國家的主權 我們對於國民 我們司法的管轄權 這才是第一個要務 第二個才是下面的 這所謂的屬地屬人主義 等等這些的探討 我同意委員 因為我們對於兩岸關係 我們的基本政策 就是對等尊嚴 要維護我們的 對等尊嚴不是嘴巴講的 希望你們在這重要的時刻的時候的發言 要小心一點 所以我剛才講說我們會跟外交部 所以你們趕快澄清 另外一點我想要請教外交部的 也就是說今天的這個 剛剛的這個網路新聞出來 就是說肯亞那邊他們講說 在第一個時間 就是說中國來要人 但是我們的官方 並沒有正式的跟他們提出抗議 或是提出說我們要人 請問到底怎麼回事 沒有我們 事實上我們的警務秘書 在4月7號就已經到達肯亞 而且有提出 跟肯亞方面有提出這樣的一個請求 提出是口頭提出還是有一個書面的提出還是怎麼樣 沒有他在這個部分 我是不是請陳市長 就是那個警務秘書 他7號就已經到那邊了 我想這個應該是肯亞官方事後片面的一個說法 事實上在審理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有派人到庭旁聽 而且還有一個例子 就是在103年12月 有10名的人士呢 我們當時也是基於我們的這種要求 這10名人士分兩批就遷返回台灣 所以前面已經有遷返台灣的例子 對對有這個例子 所以這一個應該是肯亞 它並不是全部的政府部門 它的司法部門至少還沒配合 它的警政部門配合中國大陸 我們有對肯亞政府 就是透過這個我們南非代表處 致函肯亞住在南非的高專署 也就是他的大使館 表明嚴正的抗議 也要求他對我們提出合理的解釋 好 因為事實上如果說以前都沒有遷返這些案例的話 他說好他們第一次 然後他說你們只是口頭講不算 但是事實上你們前面都已經有這樣的一個 對不對 事實上前面已經兩批順利遷返回台灣 好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說 能夠把你們立場很清楚的 嚴正的抗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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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請蘇巧惠委員諮詢 主席 我們請陸委會副主委 副主委貝巡 好 那還有這個外交部部長 副長貝巡 副主委 副主委 副主委好 副主委我想請問一下 你知道剛剛在這個隔壁內政委員會 主委已經表示說今天很有可能就可以組團去對岸了 我得到的訊息是 他說很有可能 盡快 盡快 很有可能 好那基於同一個部會 我想請問副主委 你們現在這樣今天去組團 就要過去了 你是打算要有什麼樣的效果 你們組這個團過去到對岸了 能把人接回來嗎 你們的策略到底是什麼 這個部分我們當然是先要去了解 就是說 能見到誰 能見到誰 我們會在這個協議的基礎下 我們會跟陸方去溝通 第一個帶回去的人 到底他是目前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進一步的我們當然最終的目的 希望說這些人 我們可以依照以往處理模式 把他帶回來台灣 然後依照我們自己國內的法律來做 我想今天我們已經花了一個早上 而且還兩個委員會同時在處理這個案件 這真是史無前例的事情 可見得我們全體國人現在都上下一心 就是希望能夠把我們自己的國人 我們台灣人帶回來台灣這邊 但是 從這個案件 我們確實可以看到 現在的政府 確實是在執行事情 處理事情的時候 相當沒有策略 而且沒有步驟 好 我們現在要組團到對岸去了 我真的是很想請問 如果我們今天到底要用多高的規格 然後我們去到對岸 我們可以見到對岸什麼層級的官員 我們可以見到 我們現在在意的這些台灣人嗎 我們帶的回來嗎 如果不行呢 我們這樣整團過去了 是要再被人家再修理一次嗎 副主委你的意見 我剛剛有說明就是說 過去我們一定會先要要求要探視 然後再跟他們 你這個都是按照既定程序啦 那現在已經發生 你能不能在這裡 好如果你說你是有 我們這個是秘密的 不能在這裡公開 那你能不能在這裡 很有自信的告訴我們說 對 我們已經有整套的計畫了 我們確實現在有自信 去了可以把人帶回來 有沒有嘛 這個部分當然要經過雙方的協商啦 那我們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希望把他帶回來 最終的目的大家 一開始 現在大家都想盡了方法 希望能夠把人帶回來嘛 這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希望嘛 這也沒有問題 連我們蔡主席也是說 現在要不分政黨 全體國人做政府的後盾 大家一定要守住我們自己的態度 好那我就是想問了 那接下來我想請問外交部這邊 根據你們的報告呢 在4月5號的時候 你們就已經知道 這個雖然肯亞的法庭這邊已經判決無罪了 但卻我們的台灣人 我們的國人在那邊遭到了警方的拘留 所以你剛剛還說你們第一時間 就已經也有人過去了解並且安頓了 那請問你什麼時候通報了 後面通報了政府的其他單位 你有通報行政院嗎 有通報府方嗎 他們的態度又是什麼呢 在通報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駐南非代表處 他本身在派人過去的時候 他就有警務秘書 他是代表我們的刑事警察局 他也有法務秘書是代表我們的調查局 也就是說這個相關的這個情形 所以是幾個部會都一起有人 不是只有你這邊寫的 只有外交部分別 只有外交部一個人開 一個部會開始處理了 處理在整個從 從2014年開始 其實我們的警務秘書 已經多次的到肯亞去 事實上我們也曾經 成功的有把這個十位國人 也把他帶回過台灣 好 那這是外交部 外交部在這次的 這個不管是報告等等 都揭露了最多的訊息 所以那我想請問次長 次長 那你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我們是4月8號 所以嘛你看 剛剛部長才說 他已經都各個部會都有知道 你馬上就說是4月8號 你才知道的啊 我們4月8號 因為通報的管道是由刑事局跟我們通報 所以我這次我想要說明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政府整個機構 在這一次的態度上面 確實是出現了很多不同調的狀況嘛 即便是到現在你們的口徑還是不一樣 沒有辦法把所有的資訊整合在一起 用同樣的口徑去把人帶回來我們台灣 這是我們現在的狀況啊 那我也想請問 那現在三個部會都在這裡 我們現在齁 除了嚴正的聲明 嚴正的抗議之外 請問我們還有什麼更積極的做法嗎 陸委會說我現在要組團過去了 那請問法務部這邊呢 我們會一起派團 一起派人 就一起過去 就是這樣 有沒有其他的 讓對岸可以感到有效的方式呢 有效沒效 這個策略上裡面 要研究到底我們會 市長 我覺得齁 現在因為剛剛已經從早上到現在了 確實大家都講了很多點 我在這裡 本席想要提出最大的是說 最大的觀點其實是 我們這一次的事件可以看出 我們的政府各個部門其實完全不同調 而且在三個部會 積極與不積極齁 真的差很多 看看今天法務部 為什麼部長沒有來在這裡 這就是我們覺得很應該要被譴責的部分啊 這麼重大的事件 為什麼部長本人沒有來呢 是次長呢 這就難怪昨天發生的時候 我們是請事務官出來回答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代司長也是相當的辛苦 這麼重大的事件 是由事務官出來回答 今天也是次長在這裡不是部長 這個部分法務部難道不應該檢討嗎 這你不用回答啦 你沒有辦法檢討部長啦 但我在這裡提出說明 我在這裡提出我的看法 部長今天沒有來我認為應該要予以譴責 這麼重大的事件舉國關注 兩個委員會都在關注 部長竟然不在這裡 這是我要提出時間證的譴責的 再來喔 我也想要請問一下 三個部會提出了報告 那為什麼都沒有提到中國的態度呢 我們這樣子不斷的去 我們不斷的打電話去也好 我們去聯繫也好 那這個陸委會這邊說我與中方溝通 都未回覆 4月9號一次 4月10號法務部呢 也在與中國公安部聯繫 陸委會與中方溝通 也是未回覆 我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我們的報告裡面 都沒有表示出中國的態度 我現在唯一聽到中國的態度 是剛剛在隔壁內政委員會的時候 聽到主委說 我們經過了熱線之後 中國表示 因為這是很大的案件 我們中國這邊受害的人相當的多 所以我們這邊需要把人帶回來 中國這邊受審 這其實也是等於是在替他們講話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對於中國的態度到底什麼 次長 你有聯繫過嗎 中國態度是什麼 你可以在這裡說明嗎 中共給我們的感覺就是虛應故事 我就必須要講這樣 用虛應故事 一直跟我們講說他們也不了解狀況 所以他要了解狀況之後 才會跟我們講 就是用這樣 那我們的感覺就是說你要趕快啊 那你好 這個不用再浪費我的時間 他就是沒有嗎 那部長 我們這邊聯繫這麼多 林部長 那請問 中國的態度 你可以在這裡說明嗎 中國大陸的這個部分 這個不是我們外交部直接在處理 但是我們對於這個整個事情 我們有表達嚴正的抗議 所以啊 那陸委會這邊呢 你是跟主委一樣嗎 覺得相當的同情對岸 覺得說這個事情 受害者眾多 這個是陸方的主張 那我們也有主張說 我們要以我們的同理心感受 我們的國人 有基本人權的保障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在昨天熱線已經 一再的跟對方講說 我們對於人身安全通報 家屬探視還有組團附路的這個部分 我們要近日就要去辦理 今天早上他們也有回覆說 組團附路的部分 正在相關程序進行中 我想是這樣 我再次的說明 本席今天在這裡最大的主張就是 這麼重大的事件可以看出 我們的政府 三個部會 幾個部會 沒有一個統一的陣線 沒有一個互相火力支援 反而是互相把火力給分散了 以至於達不到 我們台灣政府 去跟中國政府 保護要回來 保護我們自己台灣國人的安全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合作 增加火力的狀況 沒有委員這樣的說法 我不太能同意 我覺得我們外交部 還有法務部陸委會 事實上都有在配合合作 從不同的角度來切入 我覺得我們要正視這個事情 我們也願意 進我們所有的力量來推動 三位都有 三位部長級在這裡都有 次長在這裡也有 但是我們確實是可以看出 有不同的說法出現在媒體上面 那即便是剛剛主委這邊 也是表示的是中國的態度 甚至是之前部長還說 欽佩了中國這邊 在兩岸的司法互助上面 表現成績很好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啊 這幾年來 從98年到現在105年 其實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協議 之後我們的案件統計表來看 其實都是我方請求完成的比較多耶 我們我方請求的見數很多 但是完成的比例是很少的 相對來講 中國的請求是很少的耶 那這怎麼會是他們執行得很好呢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用詞譴字 和互相支援上面 其實三個部會真的是需要再好好的溝通 這是我最大的想法 謝謝 謝謝 下一位請徐永明委員諮詢 這個主席 有請部長 林部長 林部長 那也請這個副主委 是副主委 對 徐委好 部長好 部長是這樣 這是今天路透社的一個新聞 肯亞的外交部長說 他沒有接到台灣這邊 他這邊用英文是 official protest 沒有接到他 就是官方的抗議 他說他聽到只是從媒體來的 那我剛才看你的報告 其實我們外交部人員在那邊真的很辛苦 飛了幾千公里 然後全面救人 甚至還追到機場去 可是為什麼對方會這樣一個回 我們是真的 只是在司法上去申請所謂政治 我們對他們的官方有提抗議嗎 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在肯亞那個地方 我們的警務密處也是在第一時間 就向肯亞方面 所以是肯亞那邊說謊 沒有禁制令 事實上這個也表示說我們的立場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有 我們陳大使在那邊 也有做相關的表達 可是有一個情形 就是我們沒有像肯亞的外交部 因為我們跟肯亞之間 並沒有這樣的一個官方的關係 我知道我們跟他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有一個 比較清楚讓國際上認知的 沒錯 我們也透過我們駐南非的代表處 像肯亞駐南非的高專 就是他們的大使館 我們有提出這樣的一個抗議 所以抗議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也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 也透過媒體來做相關的說明 對 那 這個 部長我這邊要提的是這樣 那陳 你們做了很多努力 你們做了很多努力 我把它講完 我剛剛提到抗議的問題 第一個 這個實質的抗議 我們駐南非的代表陳忠 在他們要遣返的時候 當場在當著所有的媒體面前 表達我們抗議 我們嚴格抗議他們 他講說他是從媒體聽到的 對 然後我們正式的 所謂肯亞的外交部 是說沒有正式的書面 那可能是一個時間差的問題 所以你們有做就對了 對 他們不知道而已 我們透過 可是這件事已經發生好幾天了 他還可以去跟國際媒體講這個 我們 部長我不是要去給你們為難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給一個形象 就是沒有啊 台灣官方不是很積極 國際上的啦 我當然知道你們做了很多事 我看那個報告 事實上我看到國際媒體 也有一系列的報導 其實我們 我想我也可以提供給委員參考 對 我知道 但對於肯亞外交部這樣的一個說法 但我們不能夠接受 但我們也認為它是一個推脫支持 我們官方 我們外交部 可不可以進一步 是 我的意思是說 當他講這個是很可惡啦 我不是要來為難你 我是說這個很可惡 發生這麼多事情 發生這麼多天 可是人家可以這樣子來質疑你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 我們在國際上 是不是完全沒有聲音了 我們下午 我們可以來發布一個聲明 我們對肯亞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希望部長 這個聲明 越清楚 態度越強烈 也越堅定越好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事情還要給人家發一個新聞 說沒有 沒有接到這個 好像一副你都沒有作為 這樣子 另外我要問副主委 昨天熱線 有沒有結論 昨天熱線 有對陸方提出訴求 那這個部分包括我們要 他們答應了什麼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要主團附陸 然後要探視等等 這邊都有提出來 那他們今天有回覆 你知道陸方那邊放出來新聞 陸方或中方 講的是九二共識 他意思是說如果沒有這個原則 過去什麼類型啊 什麼模式都 然後他有答應你們讓你們去嗎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有訊息給我們 就是說歡迎我們去 那這個部分我們正 副主委 你要不要再查一下 最新的消息是 現在不方便 你們不能判 也就是說昨天 熱線或你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 是真的最新嗎 是今天早上的訊息 就是歡迎我們去 然後他們會盡速安排 哪邊來的消息 國台辦 國台辦誰 哪個層級 還有法務部 公安部給行事局和法務部 還有公安部給行事局和法務部 也是類似的訊息 那國台辦那邊給我們 所以你們準備什麼時候去 這我們希望盡快 因為他們的程序也才在安排中 那我 主委這個是最新的即時 因為我來不及把它印出來 這是十二點三十三分的 他說 國台辦本來說歡迎對不對 現在來一份傳真公文 這個在內政委員會陳怡傑委員 看過這份傳公文後 強調文中提及 現在擬方來人溝通有些不方便 安排擬方探視有困難 副主委 這個部分就是原來我們希望 如果是今天去 那可能今天的時間上 所以明天可以 那這個部分我們希望是盡快 所以我想主委在另外一個委員會 也是答覆要盡快 那我們希望這個禮拜可以 副主委現在我們遇到問題是這樣 第一個 熱線一開始不通 後來對方願意接了 然後答應你呢 希望讓你安排帶人去 今天又出現什麼 現在你方來人溝通有些不方便 安排你方探視有困難 副主委 我們是被人家耍了嗎 不是 還是你們辦事不力 這個部分我們 我們原來溝通是希望 精明兩天可以出團 那這個部分 他們的相關程序還在安排中 可是他們有講說會盡快處理 所以盡快是多久 他有講說不會等太久 不會等太久 一個月也不太久啊 副主委 我的意思是說 昨天熱線通了嘛 對不對 喔 主委出來講說 有有我們要安排人了 馬總統也說 下令派人 赴中國處理 馬總統都表態囉 好 結果今天來個傳真說 現在不方便 來個訊息說 現在不方便 我就說 如果對方是這樣變來變去的 你們有信心嗎 你們真的在一個禮拜內能成行嗎 不是精明兩天喔 我已經把這個時間說成一個禮拜內 這個部分因為 初步就是表示說歡迎我們去 而且不只是透過陸委會的管道 也透過跟法務部的管道 都有這樣的表示 那只是 到底是什麼時間 我們現在正在溝通嗎 那我們希望盡快 副主委我覺得齁 這個事情就在於 我們所有的事情都操縱在邊 熱線對方要不要接是他的 第二個 昨天答應你的事情 甚至今天早上答應你的事情 現在都可以反悔 然後呢 我們的部門之間呢 我覺得是在大內鬥耶 這個剛才 我們部長出來講說 沒有我們三個部會 我覺得 真的是外交部長講的真的很好 可是實際上是這樣子嗎 我們的法 我真的不想再罵法務部了 這個早上整個 所有炮火都在法務部身上 就是說 如果是法務部的立場 我們有什麼好生氣的 如果是法務部的立場 我們外交部有什麼好去救人的 我們有什麼好跟肯亞抗議的 對不對 我們有什麼好去講 這些有的沒有的要求 看下一頁 你看齁 外交部跟陸委會立場 跟法務部差別有多大 法務部說這些台人 被列為詐欺案被告 台灣雖可要求中國 遣返他們回台偵辦 但本件被害人證據都在中國 中國人把人帶手的做法 符合國際行動的 是訴訟原則 那更糟糕的是 還有官員私下表示 如果他們真的是炸欺犯 難道要他們 互送他們回台灣 繼續炸欺國了嗎 那乾脆關在那邊 不要回來好了 我意思說 如果外交部 陸委會 外交部在肯亞這麼努力 陸委會 老實說我真的覺得 你們是被人家耍得團團轉 然後我們的法務部在這樣子 我想請問下一個 法務部憑什麼有這個立場 是羅盈雪在撐腰嗎 馬總統在開這個所謂 總統府裡面開會的時候 法務部有沒有人在場 馬總統對這事情立場如何 我能不能請法務部的官員出來講一下 庚哥有部長跟總統見面 看報紙我完全都不知道 部長回來也沒跟你講 沒有沒有沒有 部內也沒討論 你們沒有一個什麼應變小組 來討論一下說總統交代說要趕快派人 赴中國處理 我們有講要求準備 那部長沒有回來跟你講說 他剛才在總統府講什麼 沒有 他沒有跟你講說這件事情他的立場是什麼 你知道嗎 媒體上怎麼講的 總統召集國安與兩岸 國際小組會議時 法務部長羅英雪曾在會議中 向總統報告 儘管大陸方面抓人有程序瑕疵 程序瑕疵啦 但事實上 陸方強調這些人是在大陸有犯罪事實 政人和政府都在大陸 因此堅持把司法管轄權在大陸 也才會把人帶回大陸 這是台灣的法務部長 中華民國法務部長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務部長 我對這些言論是真的是不知道 不知道 部長沒跟你講話 部長在部內同樣不跟你講話的 不是不是不跟我講話 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們沒有組一個危機處理小組 沒有去溝通一下 部裡面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部裡面的態度 然後你今天來立法院跟我們講說 部長講的話你完全不知道 因為部長講什麼 那是報紙裡面這樣登 我不知道他講什麼東西 但是我剛才以法務部次長的身分 我剛才非常清楚表態 我們的立場跟陸委會跟外交部 大家一致 你們現在當然立場一致啦 因為在委員會對不對 大家在那邊中午虧虧虧這樣 我一直說如果 對不起我只是最後 如果部長在總統府是講這些話 你真的會讓我們覺得說 中華民國政府真的想要把人要回來嗎 然後我們的次長在那邊講說 部長講什麼他不知道 這都媒體的報導 都記者的錯 我沒有講說記者的錯 因為我說我是不知道 那你看完以後你認同嗎 我跟你講說 你看完以後你認同嗎 我今天在 部長講的話你認同嗎 所講的 我不知道他那個話 我說我已經表達 按照媒體的報導 他講的話你認同嗎 我們認同的就是我剛才講說 你認同他講的話嗎 我們族權獨立 我們族權獨立尊嚴 一定要把這些人 聽起來你跟你的部長立場 有差距啊 那個差距不是 這個是國家的政策啊 對不對 所以我剛才講說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講這個話 我要講幾個話 外交部被人家打臉說 沒有啊你沒有官方抗議 我當然知道外交部的處境 然後我們陸委會被人家耍著 你派人來今天跟你講說 不行現在時間不行 到底什麼時候 陸委會也抓不出一個時間來 我們法務部部長 帶頭這樣立場不同 請問各位 這時候行政院長張善政 不應該出來講話嗎 我們馬總統不應該出來 真的講清楚他們立場嗎 結果 張善政來立法院報告 被打回去 請問我們繼續讓幾個部會的部長 在那邊講說 我們立場是一致的 那到底我們上面 我們的行政院長 我們的總統心裡在想什麼 怎麼會有一個 法務部部長在講這些話 那下面的這些次長不知道 然後我們的處長講另外一些話 你覺得這樣子 台灣老百姓真的有信心說 你們會把人救回來嗎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接下來請馬文君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麻煩請部長 部長 部長 貝許 馬委員好 部長好 針對大陸在肯亞 強行將我們台灣民眾遣送至大陸的這個部分 而且肯亞也配合陸方很粗暴的對待 以及遣送我們的國人 當然這個引起我們非常大的不滿跟疑慮 那剛剛其實從早上到現在 也非常多的委員都有提出不同 就是有很多我們我方的立場 還有希望要求我們政府應該如何的應對等等 那在這裡我想要請教一下 剛剛部長也提到 我們之前在同一個案子嗎 之前送回台灣的那10個人 對2014年 都是同 也是同一個案子 對基本上是同一個案子 一共有4批人 就4批人嘛 對 那就部長您的看法 因為剛剛大家討論的非常多 是 就部長你們在最近的外交處境上面 因為那10個既然可以送回來 而且大陸方面其實針對這個案子 也注意了兩年 他們甚至也在肯亞也跟肯亞的官方 其實也都一直在關注這個事情 那既然他們已經關注了兩年 為什麼前兩批 那10個人可以讓我們送回台灣 而現在的這一批 他們採取這樣的手段 甚至於無視於我們提出的禁制令等等 他們用這樣的手段 來遣送我們的國人 就部長您針對這樣的處理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因為我們希望 因為最近 其實我們有非常多的外交事件 除了之前 今天肯亞的事件以外 之前還有甘比亞等等 其實一直陸續的在發生 我很想知道 我們在外交的處境上面 同一個案子 同樣的犯罪的這些人 為什麼在之前 他們可以讓我們送回台灣 而對於現在的這些人 他們就主張要送到大陸去 我想我們對於中國大陸 這樣的一個做法 當然完全不能同意 所以說對於中國大陸 跟肯亞 尤其是肯亞的警方 這樣所做的這樣的一個措施 所以我們也是表示嚴正的抗議 也要求他們要盡速的放人 那因為在過去 在東南亞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跟陸方之間 有建立了一些 共同打擊犯罪的機制 不管從菲律賓 從印尼 從馬來西亞等等 我們都了解 所以這一次肯亞所發生的情況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特殊的個案 那我們也需要深入的了解 那大陸的部分 我們現在正在啟動這樣的一個機制 不管是要大陸通報 或者要進行協商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需要由我們的陸委會 還有法務部 還有刑事警察局 要做進一步的了解 對 部長 因為大家其實都非常的了解 我們的外交處境 一直以來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經過這麼多年 我們外交部 還有所有的同仁 大家的努力 其實讓我們在很多的 外交情況 其實是屬於比較平穩的狀態 剛剛我為什麼要特別提出來 是因為我們不是不比東南亞 就是說你之前我們 就是兩岸打擊犯罪的 這個協議裡面的內容 我們就針對剛剛我提到的 其實是同樣的一批人 他們犯的是同樣的罪名 然後在同一個地點 可是他前面的讓我們回到台灣來 他當初中國大陸 有沒有像肯亞主張說 這些人他們要送回大陸 或者有沒有說他們也是中國人 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所以他們要把他送回大陸 之前 沒有沒有 我們有沒有接受 我們當然主張 我們的國民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現在的意思是說 當初他們在處理的時候 有沒有主張這一個部分 前面十個送回來的時候 中國大陸有沒有主張說 像這一次提出來的 我知道前面那十位 事實上大陸方面 並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說 沒有任何的主張 沒有任何的立場 沒有看到 都沒有嘛 事實上我們是由刑事警察局 派人把他們接回來 整個過程也都相當的順利 所以這個變化其實在近期 發生的非常大 就幾個事件來看 我們也希望 除了我們的 可能這個在法的層面以外 其實還有很多的 政治的層面的考量 中國大陸已經不像之前 對我們這麼友善 從幾次的這個事件看起來 那我們還是希望 外交部透過更多的努力 在這一方面 因為你之前也做到了 那後續我們還有很多很多 可能要因應的 我們也希望外交部 還是堅持我們的立場 而且也要透過有效的方式 因為其實我們這樣的政治環境 可能也不是外交部可以去主導 或者外交部可以去做調整改變的 可是未來外交部你們面臨的狀況 就是可能在這一部分 在越來越敏感的情況之下 大家還是要有不同的因應的作為 我想外交部的部分 我們會繼續來努力 那事實上我們駐南非代表 就是陳中陳大使 事實上還繼續留在肯亞 因為還有五位國人在那邊 我們會來做進一步的努力 跟肯亞方面來做聯繫 另外這個啟動聯繫機制 或者協商機制的部分 當然陸委會跟法務部 還有刑事檢查局 他們也會再做進一步的這些處理 好 謝謝 那請請麻煩請陸委會 陸委會副主委 主委委員好 副主委 其實有委員非常關切 就是剛剛也提到 等於國台辦回覆的那個公函裡面 它到底是歡迎不歡迎 或者他要怎麼處置 其實我想其實寫得非常明顯 他是欢迎 可是又没有办法立即让我们 可能可以去针对这个部分做沟通 或者立即做安排 另外还有要探视 还要依照他们的法律规定等等 所以其实是解读的不同 不过我想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尽速努力的 因为大家对中国大陆的人权 还有他的法治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担忧 所以也担心我们的国人 其实送到那里去以后 后续其实最大的担心是 除了我们可以积极的了解案情 然后希望可以尽速把他们 送回我们国内自己依法处置以外 不过在这沟通 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之前 我们希望至少我们陆委会 还有我们相关的单位 还有包括法务部相关的单位 过去的时候应该要非常明确的表达 希望可以让我们国人受到公平的法律对待 还有他们的基本人权的保障 因为大家如果看到很多的一些包括一些媒体或者一些相关的 他们在对待罪犯其实是非常严苛 而且不忍道 我们希望就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强力的表达诉求 因为这也关系到中国大陆在国际上的他们的人权 还有他们的国际地位 还有他们的高度 我们希望让他们很明确的了解 如果依法应该怎么处理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处置 我们应该尽速来做这样的努力 我们希望陆委会可以做到 不过在这里我也相同的 要请教陆委会 就您的感觉 过去几年跟最近这几个月 在跟陆方的沟通上面 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差异或变化 首先对委员刚刚对陆委会的提醒 和我们要去积极处理的 这个我们一定积极去办理 那刚刚委员提到就是说 以往几年和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 那就以这个2011年 就是刚刚早上委员也有提到 其他委员也有提到 我记得是其他委员也有提到 也有处理过六个案子的模式 都是各自带回几方的人员 那所以在这个案子之前 事实上都是顺畅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 所以其实就你的感觉 是明显的感受到 在最近是有一些差异存在吗 包括我们的沟通平台的畅通性 因为已经连续两次 我们的热线大家都非常的疑虑 认为它一点效果都没有 甚至可以用来聊天的 已经被当成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更好 更有效的一个处理的模式跟平台 或者沟通的畅通性等等 其实陆委会我想要持续 让这个平台怎么样 让国人有信心 我觉得它也是很重要 因为其实 当然我们也期待新政府 也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 沟通管道跟平台 因为台湾其实只有一个 不管是谁执政 在520之前 马云九总统 他要承担所有的 包括政策 包括我们的整体 国家的运作方向等等 过去不管政策 大家认为好或不好 他的成果大家看得出来 或者他受到批评的地方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评论 那520之后 其实就是蔡英文总统 他要承担 我们不会因为 在520之前或520之后 因为我们所有的政策 台湾的发展都是一致性的 就您的看法 在520之后 我们这些事情 就不会发生了吗 或者它的面向会怎么样 很多事情都是要去 积极沟通和预防的 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 有对国人权益影响的事情发生 因为就现在 现阶段来看 不管是在很多 尤其很明显的感受得到 像最近国防外交委员会 突然热门了起来 连续很多的外交事件 都牵扯到中国大陆 只要他们一有动作 一施压 甚至他们不友善的对待 我觉得是越来越明显 这当然也会激起 国人的不满 因为其实 台湾 我们所有的民众 大家都希望 我们不仅主权独立 我们也希望安定 经济繁荣等等 其实如果大陆用这样的方法 他只会让我们的国人 有更多的反弹 不过我们也希望 怎么样让他有更和谐的 一个协调的机制 因为过去努力了那么久 好不容易有这些成果 不管在官方也好 在民间也好 本来都已经建立了一些 比较互动的一些机制 那现在很明显的感觉的出来 就这几个月以来 其实一直在做很大的改变 包括今天 这几天媒体也出来了 南投县感受也非常强烈 我们的路客明显的减少以后 其实就我们南投县的观光发展 其实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想这个都是 包括未来陆委会也可能 在沟通的管道上面 怎么样争取我们国人 更多的像这样的权益 或者表达我们更多的诉求 当然在我们的国家尊严上面 我们怎么样做一个 更多的互动跟沟通 我想陆委会还是要持续努力 是 陆委会努力的 希望最重要的目的 还是希望保障国人的基本人权 然后去的时候 我们希望依法处理 谢谢 谢谢委员 下一位请 廖国栋委员 廖国栋委员不在 请邱志伟委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有请外交部李部长 林部 部长贝勋 林佩斯陈市长 市长贝勋 邱也好 部长我想外交部 大概针对这个事件 已经进了可超之在我的最大的能力了 做最大的努力了 但是事件发生 当然要先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嘛 再探讨事件要怎么善后处理 然后再来探讨后面可能造成的影响 是 先讨论这个世界的原因 刚刚几位委员在 在执行过程中问到 跟一中原则有关系嘛 你也承认嘛 为什么这个中国会有这种举措 为什么这个肯亚愿意这样配合 当然是一中原则造成的结果嘛 这个你不否认嘛 对 因为肯亚跟中国大陆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我想他们是接受这个大陆的 所以是一中原则的关系 所以他认同中国的这个请求嘛 所以他配合中国的请求 把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 把台湾人视为中国人嘛 不 那个部分我想也不完全了 至少就这个事情 因为在过去也有两批有十个人 事实上我们也透过我们的努力 也把他们遣返到台湾 他们怎么做 我觉得他们自己有 他们自己的战术战略 他可以缩也可以紧 也可以放也可以松 所以他两岸关系 如果某种状况的时候 他觉得他可以接受可以满意的时候 他就可以松一点放一点 如果他觉得还要强硬的时候 他就可以强硬 他就可以紧 他就可以缩 所以非超市在我 是超市在老共嘛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 你有一个一中原则 他随时像紧箍座一样 他随时可以用这个紧箍座 来制裁你 来对台湾的外交空间 或者对国人的权益 对台湾主权做打压 我想委员很清楚 其实在国际上很多国家 或者很多地方 我们还是有我们很多可为之处 我们也透过我们的努力 每个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对中国大陆来讲 打压是继续存在 但是中国的立场 它的外交战略是很活 很灵活 它把外交战略当作 这个两岸关系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政策工具 所以为什么在这些案子 它会变那么强硬 我一个一中原则之外 另外它可能有一些的警示效果 所以我担心说 这个原因我想一直存在 一中原则一直存在 但是那如果这个事件 我没有强烈的表态 没有强烈的有些作为 我很担心啊 会变成后续的国际惯例 只要中国强硬起来 所有的国家都配合 我觉得也不可能啦 这个如果要把这个 变成是一个国际惯例 我想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低 如果中国很强硬的话 那事实上我也了解 其实我们在东南亚 事实上在过去这几年来 都有已经形成这个相当的惯例 就要提到这个印尼 所以我们的反应 我非常要信心 要升高了 对我们跟印尼政府的接洽 我认为我们不可能会 让这个 你不要用单一国家来做比喻 我了解 不过中国大陆 对于我们在国际上的打压 本来就是持续在进行 但我们每一件事情 都要做个别的处理 定义上要坚定 态度要坚决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要强度要升高了 如果我们太过 回应太过 这个不通不痒 太过软弱 不会 我们在第一时间 就针对这个事件 我们对中国大陆 对肯雅的警方 对肯雅 我们都有提出严正的抗议 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是的 没问题 这个料理从宽 玉理从严 是的 不要那么乐观 我们的外交处境 没有乐观的理由 这个我完全同意 我想我们有很多地方 我们会继续来加强 这个因为有时间关系 那个部长 4月5号 人就已经被 积压嘛 中国大陆 4月5号是 法院宣判 对吧 宣判之后直接 带到这个警察局去积压嘛 是 那个时候 陈大使人在哪里 那个陈大使在南非 所以 虽然我们没有社畜 但是我们有台商会吧 我们有没有冒邪的台湾贸易中心 没有 那过去一段时间 你有冒邪的东西吗 没有 不 肯雅有 可是他没有在处理这个事情 肯雅 你当然 你三千里之外的这个 这个南非住宿 我们主要是透过我们那边的 这个事情是一个延续性 你有協务委员 你有这个台商会 对 过去有台商会 乔务委员 他们有帮忙在提供协助 那你陈大使跟我们相关的这个 这个住宿秘书 那时候都不在嘛 4月5号 为什么他会被拘 没有办法 没有让他马上离境 没有让他这个人生自由 4月5号 中国就有动作了 是 所以这个部分 那4月5号到4月8号 他把他送上飞机 什么时候我们掌握这个讯息 没有 我们的 是这样上飞机前一刻才被告知吗 没有 我们的警务秘书 事实上在4月7号就已经赶到肯雅 那陈大使是稍后也到了那边 所以也就是 那你们什么时候知道说 老共跟肯雅警方把人家拘押 把这个国人拘押在警察局 4月5号就开始拘押呢 我请陈市长来 这个细节再说也说明 我想这个事情 是我们并不能说 因为当时陈大使4月5号不在 因为这个事情 我没有说不在 我是了解整个你们处理的方式嘛 原本是3月18号要宣判 我们人去了 又延到3月29到3月21 那个 不是 市长 我是有见 4月5号被羁押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了 我们的4月5号 4月5号我们当然当时就有人在那里了 那知道他判无罪 我们的马上准备安排人要 所以拘押是老共的请求 是中国的请求 肯亚警方配合才把人家拘押嘛 所以你们就应该要了解说 为什么中国有这个动作 对 这个是事后知道的 他把他拘押就是想办法 要把他这个遣返到中国嘛 对 这个是事后知道的 当时肯亚还一直在骗我们 在4月7号还告诉我们的检务秘书说 我们有一些细节 给厘清程序 厘清会还给你们 这个是肯亚有一些恶意的欺骗 是的 所以我觉得除了抗议 除了遗憾 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作为 有的 我们除了这个对肯亚表示抗议 对中国表示抗议以外呢 另外我们已经联系国际特色组织 我们已经联系当地的人权团体 已经对当地的一些 已经做了吗 还是将要做 对当地的人权团体已经联系上了 国际的国际特色组织已经在联系 已经马上要联系下 比较好的方式由部长召开国际记者会 对那媒体在肯亚的媒体 已经有几个媒体都报导 能见度不高嘛 如果由部长以部长的高度 亲自召开国际记者会来谴责 肯亚这种行为 部长行得通吗 我觉得应该是要分头来做了 就是肯亚的部分 我们在做进一步的努力 事实上我们已经请我们驻南非代表处 这个伤害已经是严重既深且大 那你如果再不召开国际记者会来 来表示这个我们的立场 我都觉得你什么时候还要再宣布 你什么时候要召开 昨天什么时候 昨天我们一起要表达 那只是市长召开而已啊 我叫部长你那高度啊 昨天天 那个主席啊 他们两个在讨论起来了 对对 那事实上我们在前天 市长已经有举行记者会 都已经对外都来说 那是你们立行记者会嘛 那立行记者会是 跟刚刚不痛不痒 是你要很大阵仗的啦 变成你们在讨论了 那个主席啊 时间这个把我延长一下 那个昨天呢 昨天大概十点半到十点半 我们跟法务部陆委会 在外交部有正式开一个记者会 当然外交部 你是把整个事件做一个说明嘛 国际记者都到了 国际很多媒体都到了 那市长你开跟这个林部长开 意义又不一样啊 好不好 设备针对肯雅啦 那我时间有限的 这个 我再请这个部长 你先回座 我请那个陆委会 副主委 副主委 委员好 副主委你的报告啊 只宣 宣示你们立场 只做一些喊话 你们立场写得很清楚 有三项 这个 导向一个中国政策 我方绝不接受 这是立场的宣示 跟中国喊话 希望这个 中国要珍惜 七年来两岸互动的成果 这也是喊话 第三 不宜因本案抹杀 两岸共打的这个 这个基础 喊话之后如果他不甩你 那最近都没回应嘛 张志军 昨天跟这个主委通过电话 然后今天 他回函给你们的陆委会的 他也是委婉的拒绝你们 组团 去参与这件事情 去协助这件事情 你看过 你看过那个函吗 主团的部分他们是表示欢迎 而且在安排中 那是针对探视的部分 要依照他们的相关规定 去做一个探视的 主团是说是家属的部分 他后面后半段是说你的 这个官方的部分 特别是陆委会他们好像是 婉拒你们去 去参与 好啦 如果他 坚持一个中国 然后继续用这种手段 然后呢 他也不甩这个良恩共达的基础 跟协议 好 接下来 你立场也讲了 你喊话也喊了 那你接下来 有哪些作为 在昨天的热线沟通 事实上 你们要想办法 万一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后续作为 还是就是哑巴斯黄脸 我们当然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 那如果 我刚刚说你们 你们立场讲了 喊话也喊了 他不甩你 他我行我素 好 那你们如果会 下一步的这个方案 你要如何因应 我们这次主团去 就要多方面的沟通 然后除了针对这一次的 带回去的这45位之外 我刚刚说 假设他不甩你 那你有没有什么因应的方案 我们 我们希望双方的沟通是有效的 好 我们希望 积极沟通 你没有因应方案嘛 副主委 对不对 你就 笑骂游人 然后 恋人宰割 你没有回应的能力 回击的能力 委呃 委呃 我们在两岸沟通 绝对不会是 他都已经伤害你那么大了 他都已经 这个把你这个片 搞成这样子 你还这样闷目吭声 还要跟他们在谈 所以才会透过热线再做沟通 我们时间到了 好 谢谢 我们下一位请 陈明文 委员 陈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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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徐真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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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姚文志 委员 姚文志 不在 蒋乃馨 不在 黄伟泽 黄伟泽 不在 陈怡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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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周春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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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王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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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周承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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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张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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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 不在 郑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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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徐国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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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林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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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没有了吗 没有了 好 那 我们登记 咨询的 委员 除不在 场 除不在 场之外 均已发言完毕 我们报告 跟 询打结束 那本日会议 由委员 徐志荣等 提出书面 咨询 请列入 记录并 刊登公报 也请相关单位 以书面 于两周内 答复 本日委员口头 咨询